你也不想說是吧 你打我了 服了 你以為你們這麼扛 就能扛過去是嗎 我就是 我就是 這不知道 我倆 就跑腿了 老闆娘幹啥就就幹上 別打 你自己相信你自己說這話嗎 能相信 相信嗎 你們把他放了 林車老闆的我顧著 告訴你 把你們幾個人都槍斃了也不冤枉你們 不說那就再繼續 繼續 我已經沒有人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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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生回来了 妈 太太都睡了吧 早就躺下了 太太今天好像有点不舒服呢 怎么回事 不要紧的 可能是累着了 走走走 行 你也早点睡吧 今天不烫点了 那又不麻烦 我也想早点休息 好 怎么样 不怎么样 我刚才听广播了 说你们大获全胜 是他们 对 是他们 老魏他们 没有抢在我们之前把人救出来 被扣的人呢 都在检察厅 张平均怎么样了 还好 高兵问不出结果案 先把案子放下了 要喝酒 好 那天 我给你送衣服的时候 在走廊里我看见他了 谁 张平均 他被折磨得没人样了 看了我一眼 装不认识走了 这么重要的情报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从那天到现在 我一直没看见你 没机会说 这很危险你知道吗 你放心吧 他不会出卖我的 你要相信一个女人的直觉 我们不是算命先生 不能什么事都靠直觉来解决 我太了解他了 对了 虽然他没什么经验 但是他是个聪明人 他知道我在为谁做事 你这么自信 我跟平如结婚没多长时间 但我跟他们家打交道打了好多年 我跟平如在俄罗斯待了一年 我太了解他们家了 他对他的哥哥倾同手足 你听着 我们不是凭侥幸来生存的 一旦出了问题 这就是灭定之灾 这一次相信我吧 他只要能扛过了重刑 他就一定不会出卖他的亲嫂子 我是担心地误会你 这件事从头到尾对他来说就像是一个圈套 人在捕住的时候 很容易把事情都坏出现 他不会 我那天看见他我就知道 还是要做最坏的发算 你不要再喝了 你有神愿 跟我这么喝酒 别担心我的酒量 这样的酒我能喝两瓶 你不要再喝了 我那天看见他的样子 我简直不敢相信 我一直在想 是什么样的人 能这么折磨自己的同类 你不能再这么想这件事了 否则的话 你会精神崩溃 我怎么能不这么想 我自己的愚蠢 我的错误让他来承担 他就像我亲弟弟一样 太不公平了 我能敢说我自己 把他们俩换回来 你不要这样想 他也有错 他犯的错误比你大 你们两个当中 要有一个做事尽神的 就不会是这样的结果 不说这些了 我们换个话题 你不说这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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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说说 你那个俄罗斯祖母 我对他感兴趣 那是一个俄国犹太富商的女孩 流落到哈尔滨 我爸爸给他治过病 救过他一命 他教我音乐 教我读小说教我俄语 我一直叫他奶奶 直到他去世 我一直叫他奶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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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怪不得你何语说得这么好 怪不得你何语说得这么好 还有你一些愚痴 错白 一看跟一般人就不一样 应该是受过良好的教育 验过了 我丈夫 一直希望他弟弟能成为一个建筑师 现在这一切都变成奢望 你看 说着说着话题又绕回来了 做我们这行呢 太过纠缠与情感 会让自己痛苦不堪 要想做一个合作 合格的地宫 首先要学会忘记 去睡了 我和自己疼人 又可以用 我说得着 这一切都会做 这一切都会做 我说得很快 所以我没有想做 我自己认为 要不来 就让我认为 这一切都会做 这一切都会做 我对我 就是我 你都会做一个 那一切都会做一个 还是时刻放任 什么都不谈 跟老汪的口供能对什么 小汪的口供现在没法相信 他都已经疯了 整天胡说八道的 那他们能自圆其说 反正我觉得那个车老板 可能就是被抓来给拉货的 他要是审不出什么东西来的话 可以放了 他们那个姓懂的 我觉得 别要叫谎 这姓懂的在哪儿 沈闲室 对啊 把他带到余生室 好吧 我现在就过去了 我看了你昨天的口供 有些问题还得请你再回答一遍 在丰天的时候 你进这家公司之前都做过什么 我我国高毕业之后 就被分到满映下面的丰田保安电影院 当电影放映员 然后一年之后到了九州商务公司 当销售代表 接着说 我们公司的老板 让我 还有老汪 还有一个叫郭杰的女人 往哈尔滨送一批货 是一批走私货 知道是走私货你还晕 我们老板说给我三倍的工钱 让我年前跑一趟 挣点外快 知道这犯法吗 知道 那你为什么还要参与 我都好久没工作了 我需要钱 很聪明 趁着警察都休息了送货 这都是我们老板的主意 我不知道 我就抛腿的 如果当着你们老板的面 你肯作证吗 可以作证 你说的这些 我们可以马上就核实出来 如果有虚假和欺骗的成分 你可就惹大麻烦了 我都到这儿了 我还哪敢撒谎了 我都到这儿了 我还哪敢撒谎了 那我再问你 电影放映员这工作不错 是很多人梦寐以求的 可你为什么干了一年就不干了 不是我不干了 是他们把我开除了 为什么开除你 我再放映师抽烟 一不小心把胶片点着了 引起了火灾 把什么电影点着了呢 记不清了 撒谎 这种事关你人生命运的事 你应该记忆犹新 告诉我把什么电影点着了 买用的新闻片 是有关大东亚共荣的吧 是有关大东亚共荣的吧 让我来说说你吧 你叫董于康 康德四年 奉天国高毕业之前 就已经接入了共产主义学说 之后 受共产党烦满抗日思想的支配 次年友谊纵火烧了满硬的纪录片 被奉天角正院关了半年 然后释放 这时候共产党人向你伸出了友谊之手 彻底把你拉下水 这次你们往山上送药 老汪身上带着武器 你能不知道 长官 我真不知道 我没在奉天角正院呆过 那次火灾真是意外事故 这个事奉 奉天警署做过详细的调查记录 我要是故意的 他们也不能往我放了对吧 那只能说明你有瞒天过海的本事 我能说明你轻盘 我现在就说什么你们都不信了 你们就连赶车的老板子都不放过 你错了 我刚签署了他的释放令 他现在正在回家的路上 那你不一样 他可以回家过年 你不行 凭啥他行我不行啊 凭啥他行我不行啊 道理很简单 因为他是老百姓 你是共产党 怎么呀 这个家伙地缝不漏吧 他肯定有问题 是不是共产党还要再确认一下 这还用问吗 肯定是共产党 但是是人是鬼 封天的协查报告到了以后 就全知道了 走吧 走 高长 你回来了 好 高长 你回来了 高长 我回来了 干得不错 辛苦啊 我马上提出对你们驾驾 谁啊 那个姓汪的 干被打坏了 今天早餐刚死 姓汪的 这么不经折腾 实际上这个人对我们价值不大 那个叫张平君的怎么样 还没开口啊 你觉得有希望吗 我看学 他就是斯拉林说的那种 特殊材料是什么的 实在不行啊 打个报告 年前处理算了 移交地方法院 地方法院能判的几年呢 处理也不照样害人吧 好 就这样 咱问女孩呢 女的 都一样 都一样 你还没看得着 好 我 优优独播 我 我 我 找你 我 你还没看得着 你还没看着 听说 我都有一点 你还没看着 以后 一样 我是警察学校毕业 被分配到捕头金属的 昨天刚刚接到的调令 知道了 你就是高科长说的 那个警校的高材生啊 高科长官 高材生不敢当 坐 喂 高科长 是我 这儿有个警察学校的人 向我报到 好 明白了 长哥 这是我的简历和报告 我不看这些 跟你随便聊聊 坐 没事 你附近是做什么的 种地的农民 那你为什么没有种地 自成副业 我觉得我能做 比种地更重要的事情 在我看来 种地是这事上最重要的事情 那就是因为太重要了 我现在才疏学浅 只能先做一些 相对不重要的事情 比如呢 比如来捕头警署当警察 会吸啊吗 不会 是现在不吸呢 还是一直都不吸 一直都不吸 我们这儿可是个五毒俱全的地方 来了以后得什么都学会 请长官放心 只要是工作需要 我都能学得会 不抽烟是因为健康 是因为家里穷买不起 父母雷紧裤腰带让我上学 就是希望我将来能有出息 为什么当警察 我想为满洲新政出一分立 为皇帝陛下效忠 别在我这儿长高地儿 说真话 我不想让家里人受欺负 干这一行不能让你飞黄腾达 可能会让你粉身碎骨 这些你想过没有 想过 生死有命 富贵在天 我早就想明白了 我以前见过你 第一次见你的时候 就感觉到你很聪明 但做这一行 光有聪明不行 还要有勇气和信仰 你的信仰是什么 效忠皇帝陛下那不算信仰 这个我以前没想过 我回去想想明天给回答你 经过思考总结出来的信仰 那不是真正的信仰 真正的信仰是源自于对社会的 认识 对不起 长官 您说的这个我不太清楚 这个问题不需要回答了 你的考核通过了 如果让你自己选择 这些客室大队你想去哪呢 长官 我服从分配 我没有选择的权利 一定要让你选择 你想去哪儿 如果您不嫌弃的话 我想跟着您干 我去找一下 明天你到特别行动队来报到 现在就去找一下鲁明鲁部长 是 把你大案拿走 告诉鲁部长 把带你进来那个警卫 调到大门口去 他不适合在楼内工作 是 我说 这高额科长回来够快的 这走得快 回来得也快 真是闪电一样的作风 那么大的功劳和荣耀 当然要赶紧回来分享 保安局把调查报告送过来了 周一和他太太都没有问题 周一和他太太都没有问题 新来的任警官是从警校毕业的 他入学的时候 当然都已经调查过了 我们还需要再调查吗 当然要查 柯里所有的人都要调查 谁也不能例外 好的 你把他的材料送到保安局去 好 像这种调查工作 这种调查工业的 这种调查工作 有的时候该回避回避 面上都能理解 可是心里 总会感觉不舒服的 明白 科长 周一把新来的警官 安排在特别行动队了 像这个人 适当的时候 你要留心关照一下 有问题吗呢 问题没有 有问题能调到特务科来吗 但是 不能说一个人没有问题 就不做调查 对吧 对吧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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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現在這共產黨啊 越來越年輕了 可惜了這塊還挺漂亮的 這兩天我好像學呀搞事 沒小腳啊哎呀脖子也硬 我老婆給我找了個偏方也不知道 好不好去吧 這兩天我好像學呀搞事 你整那碗鬼真咋放手 這年齡大了 哎呀有些病啊就找上門來了 哎 哎 尿褲子了吧啊 你不覺得就這麼死了會留下很多遺憾嗎 另外我告訴你 也許你的那些同伙啊 還以為你已經叛變了 那你不白死了嗎啊 你們 亂殺無辜 回頭田眼前 你怎麼還不認罪呢啊 記不記 怎麼搞的啊 槍怎麼還打不響了呢 好了 算這小子命大 把人帶回去吧 走吧 走 來人 把你帶走 走吧 好了 怎麼了你啊 啊 你吐什麼呀 啊 我告訴你 你們 今天呢 就算你参加了一次演习 如果你还不改变态度 带回家 我一直看着你走 你们俩干一干 这不被烫了吗 干 吃饭不干 带上你们 可以被压惊吗 谢谢任官 哎 我说 咱们大家伙儿啊 多多几杯子来 欢迎任警官 来到特务科 欢迎酒 鸭精酒一块儿吧 这没什么不吉利点 我告诉你啊 有的时候带点煞气啊 也许任警官呢 会一路贫固轻人 杯子不敢妄想 来 干干干 来 干干干 来 干干任警官 好好干啊 好 可以 我说主对啊 金玉任警官第一次开沙戒 是否发作一天假呢 任警官明天休息吧 你放这一天假 你放这一天假 我建议你 你应该给他拿来 是这两个手气 肯定跟以往是不一样的 是啊 我回来你身上有煞气 诸神必让 小姑娘很深 你真的试试 那不一定 股神也是神 我看不如给他找个姑娘样去 我还是上那面容室烧烧香 刘警官 刘警官 你去带任警官咽一下事 没碰过姑娘 是吗 二位上 任警官 你是不是敬大家伙 各位长官各位同仁 我任长春一定不辜负大家的希望 我自饮一杯 谢谢大家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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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些了吗 好些了 第一次都这样 以后就会好了 今天过得真有意义 第一次喝这么多酒 第一次杀人 我以前只杀过鸡 没有谁天生就喜欢杀人的 这雅精眼和欢迎眼放在一块儿 真不吉利 这怪不得高科长 最近事儿太多 上次行动中 牺牲的警官 事案后工作还没做完呢 对不起 我没有埋怨长官的意思 我是觉得自己不够幸运 你喝多了 回到家好好睡一觉吧 我肯定会做噩梦的 人什么都会适应 包括噩梦 包括噩梦 你在想什么 我在想我报道那天 你跟我说的那句 你也许中地才是这世上最好的工作 怎么还没睡啊 这么晚了 睡不着 你抽了多少钱 满屋都给烟味 这么抽烟将来对小孩不好 我妈抽烟我爸喝酒 我也没变成傻子 知道你心情不好 可也总不能这样 你要学会调解自己 说实话 我想上山上去 我像现在这样 我真的是度日如年 老魏跟我说过 那忍一段时间吧 一有机会 就让你离开这儿 其实 你人挺好的 就是我总给你惹麻烦 让你不高兴 这是我的工作 这个角色真是太不适合我了 你以为她很适合我吗 那我倒没想过 坐一天喝上装一天钟吧 你也是 这句话共勉 扣子掉了 脱下来吧 我给你缝磕 明天让刘妈缝吗 我是你老婆 我给你缝个扣子有什么不妥的 脱下来吧 你坐下来吧 17秒钟 18秒钟 18秒钟 20秒钟 21秒钟 你来泡个角吧 你来泡个角吧 你今天去郊外了 看你新换的鞋垫都湿成什么样了 去造讪了 有什么新情况啊 搜捕残余的山林队没什么 对了 直系亲属调查报告 已经取回来了 应该没什么问题 你怎么知道 那天我看见 是鲁明去取回来的 如果要有问题的话 他们应该直接联系高斌 不会经过鲁明的手 你今天心情不太好 没有吧 我哪天都这样 不一样 跟平时不一样 有什么不一样 女人的直觉吧 是不是张平均有什么消息了 你今天心情不太好 你真是很相同 没有吧 我哪天都这样 不一样 跟平时不一样 有什么不一样 女人的直觉吧 是不是 张平均有什么消息了 你说吧 我有心理准备 原来不想告诉你 特务科 看审不出什么结果 已经把他们转送到 哈尔滨地方法院了 你怎么样 回办行 重刑吗 五年左右了 他们是学生 班州国政府 要做一个样子给西方列强看 要把他们的暴行合法化了 你不用为他们的安全带来 不担心 如果碰上大社 他们就能提前出来 你一定会见到他们 刘妈今天说 为什么咱们俩连个结婚照都没有 这屋里缺的东西太多 缺照片吗 缺少生气 这家里有一股金属的味道 冷 硬 刺鼻 我跟张平如也没照过结婚照 一张合影都没有 我和我老婆的照片全都烧掉了 一张都没留 你们有孩子吗 有 四岁了 有照片吗 都烧了 我以前生活的痕迹 一点都不能留 我以前生活的痕迹 留下这些 留下这些 对我对他们来说都是隐患 你小孩子吧 你想孩子吧 不想 怎么会 没事太小了 周姨这回在警察庭可露脸了啊 你说你啊 偏赶上这时候出差 我看这个周姨啊 是新官上任三八伙 把你们警察庭的天鹏都了着了吧 那说明人家能干 得了吧 我还不知道你那点小算子 我算什么了 你自己知道 我看这个周姨啊 可是来势汹汹 你说啊 你好不容易经营的 这么一大摊子 这凭什么他一上来就收好处啊 你不懂 睡觉吧 你看 多美得见得你 人真是了不起 按歌曲和传说已经简末的时候 只有简术才说话 这话说得真好 是你想出来的吗 是谷歌里 你等着我 我要你看 还有是谷歌吗 我再想出来 那再说 我再说了 比这个 你还要有点 因为你还要看 脚 momentum 我还要看 好 好的 好 男士下巴收一点 好 两位 靠近点 对了 夫妻恩恩爱爱的 啊 你等一下 你想买什么呀 随便看看 嗯 看看 我的眼光怎么样 不错 挺漂亮的 我送你的礼物 送我这么贵重 谢谢 谢谢 怎么回事呢 你怎么回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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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送我这么贵的搭火机 回去还会送你一二礼物 真的 一个镯子不值什么钱 但是是我俄罗斯祖母省现的 据说年代很久有 对我意义通道了 好 那我先谢谢你了 谢谢 你这次是 你带上试试吧 这次是 你带上试试吗 我收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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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就你这个啊 任何一个农村老太太都有 你要是不喜欢 那我改送你别的 没有啊 没说不喜欢 也许正是因为她不起眼 所以才能留到现在 对我们来说 能留下的就是最好的 谢了 我没想到 她还在吗 我没想到 我这就会做了 我现在做了 像我一样的 我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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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队长 星期天不是给你们放假 这不马上过年了吗 我这手里的活没忙完呢 行 队长 忙你的 我就是随便走走看 刚刚结获了神秘电波 是美式的密码 从国民党情报机馆发出来 结获了破译不了 有什么用 他们这些人呢 现在实在太狡猾了 每次发报都变换地点 想结获他们实在是不容易 一会儿还要装给宪兵队 这个我们也得存档 是这样 保安局有专门的人员负责存档 我们只做一个简要的记录 对了 我给你弄了一份美国封面 关于如何破译密码的英文教材 是吗 在哪儿啊 你去我办公室拿吧 就在我办公桌右上点放着 好 书架上还有一盒茶叶 你也拿来喝吧 那我就不客气了 对了 只会给我的东西 门文学家 比好了 太多众讨厉害了 去哪儿找他 我找他签个文件 那你等会儿再来吧 是 这是你警校的憋照啊 对 就这本 这是美国海军情报处的培训教材 谢谢你啊 这个茶我收下了 一闻就是好茶 现在这龙警察也成了稀罕东西了 事变之前啊 南方的同学每年都给我寄 这个绿茶啊 就要喝新茶 沉浪味道就变了 我对绿茶就不感兴趣 一个星期也喝不上一次 放我那儿就白瞎了 一看您啊 就是对生活清淡的人 平时连肉都不怎么吃吗 这样也好 对身体有好处 像我们这些人呢 是属于六根不净才吃肉 你把我说的像是和尚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是说 您是对生活和健康很讲究的人 你怎么知道我不吃肉 上次在马迪尔宾馆吃饭的时候 您可是连一块肉都没有动过 筷子里夹的都是青菜 那你也一定注意到我太太 是用左手拿筷子 您的太太的确是用左手拿筷子 而且她的戒指也没有戴在无名纸上 你应该当侦探 管理五千点啊 委屈你了 我天生就是和技术打交道的人 一旦要是和人打交道啊 我就不行了 没问题 这么聪明 干什么都行 您太过强了 你忙吧 对了 刚才有个通信兵来找你 我让他过一会儿再来了 我知道了 今天外面够老了 姚妈呢 出去买菜了 你难得回来吃顿午饭 照片这么快就写出来 上午我会取回来的 你照得还不错挺年轻的 我怎么那么鲜老 这照片感觉是个老头人大气 去你的 你的戒指呢 你的戒指呢 我平时在家都不戴啊 怎么 你要送我一个 你还记得我们第一次见面 就是你去车站接我那天 你的戒指戴在那个手指的吗 应该戴在实纸 因为我跟张敏鲁是秘密结婚 在外面我的身份 还是一个独身女子 所以我一直戴在实纸上 我应该想到这些的 你的心珍惜 不是我 有人比我心还稀 还记得那个金小雨吗 那天吃饭的时候戴眼镜那个 记得 好像不太爱说话的样子 我今天跟她聊天的时候 她问我为什么不爱吃肉 那天吃饭的时候她观察到了 我只是周边的菜 是她看到你的戒指戴在实纸上了 她怀疑我了 没有 她要是怀疑就不会跟我说这些了 这些人没有一个是本担 能坐在这张牌桌上的个个都是人情 真是一群魔鬼 日本的警察学校 非常重视这细节的观察 他们专门有一堂课 让你进入一个房间观察一分钟 然后会对房间内的陈设 做一些细微的变化 比如把盘子左边的叉子放到右边 把两个高矮不同的杯子相互倒一个 你再进来的时候 要观察到这些细微的变化 回头我就把戒指换回来 不必了 也许戴的实纸 更能表现出你水性洋化的本性 讨厌 对了 下次再跟特务科的人 或者他们家属在一起的时候 要让他们看出你的轻浮 要我去勾引他们 不能勾引 千万不能勾引 你只是让他们感觉出 你是一个对男人感兴趣的人 就是说 我要偶尔按耐不住春心 打量一下男人 我的意思是你 一定要让他们自己观察到 而不是 刻意地表现给他们 戏不能过 点到为止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 这就是我们的生活 这生活一点也不高尚 高尚的人早就成了劣势 不要抱怨也不用烦 我看 生存是第一位 现在我在警察厅里 背后收人指点 作为一个男人 我还得付出荣誉和尊严 这是他们新接获的电文 应该是国民党方面的 你用那套密码试一试吧 看能不能找到有用的东西 好 我追着去 有用的东西 你用那套密码要把他放在哪里 就是为了 你用这套密码的 你用这套密码的 都是加密碗 哪一篇好像还不同 我只抄了最近三次的电文 以前接过的都送到新冰队存档了 你的身份搞到这些不是很容易 你错了 这些密码给了我们也看不懂 所以如果我去叫他的话 就会引起怀疑 高斌在这方面很敏感 他是严守保密规则的人 如果你偶尔从他嘴里听到了有用的情报 那很可能是他有意透露给你的 你再给我一些时间 这个不着急 你慢慢移 要是再多一些电文就好了 越多的话越能找到规律 这样的话就得挨个试 美式电文的加密方式我很熟悉 国民党照搬美国人的东西 出不了什么新花样 不会太复杂 在地震区他们没有那么多人才 我们手里有母本 万变不离其宗 这就是国民党搞到的绝密情报被我们结婚了 这就是国民党搞到的绝密情报被我们结婚了 是啊 我们得感谢金教授 这是老天给我们的意外置息 这样我们就掌握了两套叠报系统 顾修颜通过三封连续的电文找到了规律 在这方面 他确实很聪明 就是缺少经验 我还打算把他换走了 留着他吧 我现在正需要这样的人 我现在正需要这样的人 他的主份怎么办 可我早就能够 现在他已经知道丽人了 以后肯定会小心的 老周 你们俩的关系 怎么突然变跑了 我知道你问这话什么意思 我们都是忠于自己家庭的人 你就放心吧 也是啊 把你和一个漂亮的女人 天天关在一个屋子里 真是难为你 我现在每天算计的是如何活命 哪有闲工夫想女人 跟你开个玩笑 你还当真呢 我想老婆跟孩子 这倒是真的 不说这些了 不说这些了 从截获的情报来看 国民党已经打入了满洲国要害机关 有可能是警察厅或者保安局 这个人的职位应该比我还够 再破译一些情报 你就可以反过来查到她 查她干什么 跟她谈判吧 告诉她你是国民党我是共产党 再来一次国共合作啊 说不定哪天可以利用她的 我会在暗中保护她们 但不知道她们会不会保护我们 上次从她们发报研房间里 拿出了这块表 要不然她就不会发现 有人进了她房间 这表还挺贵的 放到我那儿 危险 扔了又可惜 送给你们 真漂亮 这瑞士人坐标真是有一套啊 这是一个德国人和一个英国人 合作的公司 这 这不是一块瑞士兵吗 他们的公司是在瑞士注册的 我说 你怎么什么都知道 我的工作就是要什么都知道 我连自行车手册都看了 小董的情况怎么样 他很聪明 什么都没有承认 经守住了酷刑和假枪毙 是个惊得住考验的同志 那天山上的部队离这最近的也有一百多公里 实在是来不及 还有 老汪受刑过重 牺牲了 福顺太太老宋 张平均和他女友 还有山上派下来跟三江好谈判的同志 都被高斌执行了战时严厉处判 二十号上午的事 顾秋妍知道吗 我没告诉他 怕他受不了打击 你打算瞒他多久了 能瞒多久就瞒多久 没必要让他受这样的精神折磨 知道了 小董和那批药 不是一点办法都没有 我想了一个很冒险的计划 可以试一试 去给我拿把手电来 不用 这儿有灯 让你拿你就去拿 我要用 来 让你拿 1.2.3 是 长官 手电 又没火石了 这要发浪子了 帮我买包火石去 是 长官 忙什么呀 小队长呢 你在仓库呢 我去给他们买estor大伙食 小麥没损 您进去就是了 您在这儿等着 不要让任何人进来 把生化质剂掺到这些药里 然后再派一个人 假装起义 把这批药品再送回去 让抗连全部死于 慢性中毒 或者是传染病 这个计划是太伟大了 你真是个天才 您又取笑我了 不是取笑 你确确实实是个干大事的人 只是你考虑过没有 这个计划要实施起来 是有一定难度的 有时候难度也大 成功的可能性就越大 我指的是你怎么跟日本人说 你还记得去年八月 农安县那场鼠疫吧 是石井四郎的东乡积水防疫部队 成功地控制了疫情 他怎么控制的 拿什么控制的 那些鼠疫军又是从哪儿来的呢 谁也没问一问 我想谁也不敢问 所以啊 有些事情啊 大家都信之肚明 谁先捅破 谁倒大没 我可以先去市场一下 如果感觉不对 我闭嘴就是了 如果他们对这个计划感兴趣 您再付出水面了 我既然不想负这个责啊 我也不想领这个功 这只是个测量而已 日本人太想消灭抗连了 这样现在能逢的好机会 他们不会不同心的 万一呢 你知道日本人做事的方式 平时是摆好 签好 一旦翻起脸来 让你连骨头渣都渣不渣 我觉得应该没问题 他们总不至于杀了我灭口吧 这么好的机会 实在是难得 是啊 这样吧 你呀 让我再考虑考虑 进来 高科长 这是您要的面单 你去把周队长请问 是 好 好 好 我 好 我 我 我 你 你 我 我 你 我 我 你 我 你 请找我 坐吧 我考虑好了 你那个计划非常值得一试 那好 我尽快去找色谷先生 恐怕前期有很多事情要做 你想好了人选了吗 还没有 你觉得新来的认领官怎么样 他 太年轻了吧 没什么经验 经验我想并不重要 即使暴露了也无所谓吧 因为我们罪崩之意不再几乎 这么说好像对任领官不够公平 但是你想 对一个价值这么大的计划 我们做出点牺牲 也是应该的 是 而且我们要相信他自己本人 会把握住自己的生死的 是 如果让他参与这个计划 还得向他隐瞒事情 因为他很可能会死于暴露 或者死于传染病和满性中毒 我们可以给他授权 我们可以给他授权 在他自身安全和生命受到威胁的时候 他随时随地可以回来 我知道 没事了 其实我们都不是小人 没有必要拿别人死来建立我们的功勋 这都不是你我行事的方式 对吧 我明白 另外我要跟你说 跟色谷先生啊 不要提我知道这件事情 除非他想告诉我 这件事情每明朗之前 知道的人越少 对事情的成功和你个人的安全 越有利 明白 恐怕这件事 你只有一个人安排了 也没有人能帮得上 四谷先生如果同意了这个计划 他只会跟我说 派一个人潜入抗怜 他要跟我隐瞒这个计划的实质 所以用深化手段来消灭抗怜 恐怕永远是你一个人知道 那我不会被日本人灭口了吧 不会的 他们需要你这样的人 甚至可以暗地地保护你 相信我 祝你成功 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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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进来不敲门啊 对不起 丈夫进自己妻子的房间还用敲门吗 你马上换衣服去找一趟老尾 有什么急事 计划开始启动了 让他今天晚上务必要潜到警察厅备用仓库里吧 准备毛笔熬一锅米汤 进去以后找到那批药在每一盒药的标签上 用毛笔沾的米汤刷一下 干了以后不会看出来 到时候如果他们掉了包或者做什么手脚 那电一试就能试出来 还有这件事情 告诉老尾不能再让第二个人知道了 那么多药 他一个人怎么完成得了 能完成多少算多少 明天一旦日本人接手这件事 他们就会封存或转移那批药 到时候就来不及了 我去吧 我跟老尾一块 再说我们两个是唯一知道你身份的人 你行吗 没问题 晚上我在警察厅值班 行动之前给我来个电话 问一些简单的问题 比如我吃药没有 东西放在什么地方 如果我说不用了或者不知道 你们就要重视行动 我办公室离仓库很近 也许到后半夜我能过去帮你们活吗 记住了 我们怎么进去 这把钥匙是仓库大门上 那个小门的里外动动所记着 进去以后要从里边反锁上 这个是仓库门的钥匙 进了仓库 左手左到头 那批药在那放着 我今天刚陪的应该没问题 那没有警卫吗 有 有一个老门卫 这个人平时爱喝二两 我在他脚里下了药 估计到天亮他都醒不了 晚上八九点去的时候按一下门铃 如果他没什么反应 就把这几个包子顺着墙扔进去 狗吃了他就会倒 里边有麻醉剂 那万一狗醒了怎么办 如果看着他快要醒了 再给他打一针 我不会打针 再说给狗打怎么打呀 很简单 把他脖子后边的皮揪起来 扎进去就是了 每次只能打三毫克 管三个小时 打多了狗会死掉 好麻烦 我们干的就是麻烦的事 任何一个细节你都得想到 我现在就去找老魏 见到他我第一件事就得说这个 要不然老魏吃了可就麻烦了 戴上枪 一方万一 你自己邀车去 我得马上回警察厅 来 喂 吃过药了 吃过药了 糊 快orders 吃过药了 já 看 一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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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档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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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